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ku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 愛塗鴉矮度3D筆 我今天是一個大魔術士 要來教大家怎麼把我們平常的塗鴉 變成3D立體的喔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裡面的配件有 3D筆 總共有四個顏色 再來是我們的塑膠電板 還有我們的塗鴉塗卡 最後是我們最神奇的神奇燈頭 好 現在Milku要教大家 用這個塑膠電板做一顆籃球喔 那在開始製作之前 我們要先把這個3D筆 換上這個特殊的筆頭 這樣子裡面的3D顏料才擠得出來喔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換 把它轉緊 顏料才不會爆出來 好 轉緊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製作我們的籃球 要怎麼製作呢 來看看我怎麼做吧 先罩著它的框框 擠出一個圈圈 好 擠一個圈圈之後 我們就要畫籃球上面的線條喔 我們用藍色的畫 好 那我們的線條畫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神奇燈頭 然後用它照 大概要照一分鐘左右喔 要讓它的顏料全部都乾掉 好 照好了之後 可以摸摸看它是不是變硬了 變硬了之後就可以拿下來囉 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一點免得它斷掉了 這就是籃球的一半 好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做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的做法呢 就跟剛剛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一樣是擠一個圈 再畫它的支架就可以囉 拿下來之後你就兩個半顆的籃球 再來呢 只要把它蓋上去 然後你要對準對好它的位置 用顏料把它黏起來 點要對好 不要讓你的球歪歪的 好了之後 一樣是照燈 讓你黏住的地方 的顏料都可以乾掉 好 當你的腳都黏住了之後 你的籃球就完成了 雖然蜜露庫做得很不像籃球 不過小朋友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 做你自己喜歡的球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做得比蜜露庫還要好 這是飛碟嗎 好吧 不管它 好 我們先把它擺旁邊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眼鏡 當小朋友們做眼鏡的時候 只要把這個平面的電板 這個塑膠電板 放在上面 然後只要照著上面的圖案擠出來就可以囉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我有信心 我這個眼鏡一定做得比剛剛的籃球飛碟還要好 你們等著看吧 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從上面撕下來 都已經乾了 都已經乾了 把它撕下來 我來多做了兩顆愛心 好 接下來就是要來組裝我們的眼鏡啦 要怎麼組裝呢 就是把它擺好 然後把我們這個地方 放在這裡 然後一樣 用這個神奇的筆來固定住它 好了 我可愛的眼鏡完成了 是不是很可愛 而且色彩很繽紛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戴上去看看 好緊張喔 大家看 戴上去是不是很好看啊 旁邊還有愛心 超可愛的 好 那小朋友是不是覺得很厲害 我們平常的塗鴉 就這樣子變成3D立體的了耶 那喜歡這個玩具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先來再按讚 我們下次見 再按讚 訂閱 按讚 按讚 訂閱 按讚 訂閱